她本是象牙塔里无忧无虑的女大学生 然而从天而降的二百万元巨债 终结了十九岁少女的美好校园生活 根本就不敢想了 真的不想到咋个把这个掌个别个翻得完 被迫辍雪 漂泊异乡 无依无靠 她究竟发现了什么商机 只用一年时间就收入四百万元 你经常到过就像这样吗 对啊 这不影响了 对我们来讲 你说每天就这样 比如说从头勾面那不行呢 同样是种地 种同样的果子 她凭啥比别人多赚一倍的钱 一年多收入一千万元 真的 今年真的赚钱了 为什么开心我们一出门就到处回去赚钱啊 十九岁辍学创业 二十四岁成为一百多能户的致富领头人 看九零后女孩魏瑶 与众不同的财富故事 欢迎收看致富经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就是这个叫魏瑶的女孩 今年只有二十四岁 她原本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大学生 但是十九岁那年 从天而降的一笔巨额债务两百万元 把她原本的生活都打乱了 可就是因为这笔巨债 她被迫退学创业 一年后就还清了债务 五年时间 企业年销售额超过两千万元 这个年轻女孩身上 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她就是魏瑶 已经夜里十一点 她却要带着一群人赶去地里 捡一样东西 一笔每天只能在夜里捡到的财富 据说这样东西外表十分美貌 而且她最美的一面 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 一到清晨 见到太阳就会躲起来 十分羞涩 大伙说 这东西带来的财富 不容错过 这边炸 哦 吃了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定要往上 不是往上它不会开 开心的开心的 我一直都在开心 为什么开心 我们日出门就到处回去挣钱 要把这个花栽回去很有用的 让大伙不眠不休的动力就是火龙果花 每年的5月到11月 每一朵火龙果花都可以在30天后 结出一颗火龙果 一颗最高能卖到10元钱 而让我们好奇的是 魏瑶却让大伙把花捡下去 还说这花可有大用处 能让每亩地多收入2万多元 你看这个车太多了 这里你看这都市了 你不小心的话 你看这里到处都会扎着人 它每个有次营的地方都会开花的 日清卖有什么用 日清用不完就全部拽掉了 很开心很开心 看这个花能给卖能给赚钱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个花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只会在晚上9点之后开花 到第二天早上那个太阳一出来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 它就会卸掉了 它只开这样一晚上 比脸还大了 那是大多了 我觉得跟头差不多大 很优良的这种花的 基本上个头都会比我们这样的老袋都大 比农户们更开心的人是魏瑶 同样是种火龙果 种同样的品种 每亩地 魏瑶却有本事比别人多赚一倍的钱 400亩地一年就能多收入1000万元 魏瑶是咋做到的呢 这个好像长在仙人掌上的大红果子 就是火龙果 据说是因为它外表像一团愤怒的红色火球 所以才叫做火龙果 也叫红龙果 采访的时候正赶上云南火龙果的丰收季 大伙都忙着采摘 魏瑶却忍不住蹲在地里吃了起来 有人说吃了这霉红色的果肉后果很严重 听到这话 魏瑶最不乐意 偏让我们试一试 就是那种 那你尝尝这个 看 就是特别多的汁 甜了 就水润水润的 手 看这直接我觉得可以染指甲的 那完全可以呢 指甲油 全是就这个染的了 对 你看 这个果子抓完之后指甲上就已经有指甲油了 好多人都问我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夹东西了 嗯 我也有这意味 然后最开始有好多小孩子吃完之后 第二天那个就是上厕所什么的 我怎么小孩子们就开始出事了 出事了 怎么出来全是血呀 好多人直接到我基地来找我麻烦 就说你得负责任我吃了你家果子怎么样怎么样了 因为它含到花青素嘛 因为花青素含量高 乍一看这颜色红得吓人 但这种红皮红嚷的火龙果 一颗在魏瑶的手里就能卖到十元钱 在云南种植火龙果的圈子里 二十四岁的魏瑶入行碗 赚钱的能力却让很多人刮目相看 感觉他带头我们种这个经济收入这个火龙果 还是感动 他能够有身对性的 比较差异化的东西 后面人就算有人再来做的话 他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 跟一个努力才能够达到他这个标准的 可熟悉魏瑶的人说 他的创业故事常人无法想象 十九岁时他无奈辍学 深无分闻到异乡漂泊 四年后就年入两千多万元 一切都因为一笔从天而降的二百万元巨债 二零一二年七月的一天 放暑假的魏瑶从四川老家去云南看父母 看到了住在小货车里的父母 吃着凉水泡方便面 他第一次得知 家里竟然已欠下了二百万元的债 父母是因为种植香蕉失败才欠的钱 二百多万元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父母一直瞒着喂药 都是农民的他们面对巨额债务无能为力 父亲白了头发 母亲的身体已经击垮 十九岁的魏瑶 发现一个转身 父母就老了 自己怎么也不好意思 再坐回到教室里去了 你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有多能耐 或者是多与众不同 到了那种情况下 心里面那种想法 就什么也是不管不顾了 就是那种 就只有一种想法 我也不管我回来能不能帮上忙 但是我一定得 回到就跟着父母他们在一块 他种地我种地呀 最欠欠他的就是 他那个熟悉度下去 家庭条件成这么个样的 边上学边帮家里还债 是不现实的 魏瑶选择了退学 可究竟怎么做 能把这几百万的债务赶紧还上 十九岁的他大脑一片空白 没有目标 那就出去考察 2012年的秋天 魏瑶做主 卖掉了一家人 在四川老家唯一的住房 拿着七十万元 在普尔重新租了一百五十亩地 从台湾以二十元一株的价格 引进了这种火龙果苗 这种火龙果 因为苗的成本高 当时在云南还没人敢住 魏瑶却觉得越是这样 才越有商机 这样高一颗 是像一个苗 对 就是它的苗 然后它从旁边开始发枝 然后一路一路这样长 长到这个顶上的时候 我们再修剪再打顶 真的就是先人长好多次 为了种这果子 大家都笑是千装百孔 就反正不是说上万吗 上千个孔子 全身估计扎了不少 你这是扎红了呢都 真扎着了呢 你看这些地方 全身都会扎着 还会有就这种孔啊 这就原来扎着 然后留下来的 你平常干活就穿成这样吗 对啊 这不影响啊 对我们来讲 你说每天就这样 比如说蓬头垢面 那不行呢 咱们还是得有年轻人的态度 是不是 你就穿成这样干活啊 这完全不影响啊 你让我现在蹦大一个都可以 手和腿经常被扎破 为了省钱 魏瑶住在临时大的棚子里 一住就是一年多 就连父母都没有想到 十九岁女儿种的火龙果地 不久后 会比同行多收入一倍的钱 一年就还清了二百多万元的外债 二零一三年五月 魏瑶的火龙果开始挂果 一个个垂在枝头的大红果子 吸引看热闹的人一波接着一波 本以为稀奇的东西会很快吸引市场的观众 可魏瑶没有料到 大伙的反应却是一个火龙果都不肯掏钱买 魏瑶种出的红心火龙果 皮儿薄一波果肉丰满 清甜多汁 除了可以直接吃外 还可以酿酒做成果酱 因为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颜色是鲜艳的霉红色 可以提取天然色素 他们这边的人 他们是有这种心态在着 就是你一个好的东西 新的东西固然是好 但是他要考虑 他能不能立马卖出去 能不能立马有收益 他们会有这样的考虑 熟了的火龙果可不能等人 在树上只能最多挂七天 不然就会炸裂开 这一批成熟的就是二十吨的果子 瞅着果子一天天的变红 魏瑶的心里全都是尽快还债的声音 可就在七个月后 魏瑶一看账面上的钱 又惊又喜竟然有四百万元 短短七个月 怎么会有四百多万元呢 2013年五月的一天 车坐了一整夜 魏瑶一朽美感和眼 他想到外面碰碰运气 魏瑶一个人跟着大货车 装满了火龙果 开到了昆明的这个批发市场 凌晨营业的批发市场 很吵很大 魏瑶见人就推销自己的火龙果 就一家一家地问 反正看见年纪大脸呢 我就叫叔叔阿姨 稍微年纪小点就姐姐哥哥的 就觉得这个果子能卖出去 我多叫几个叔叔阿姨有什么呀 我多笑一笑就是那种的 也没什么呢 可光是嘴甜 人家最多也就是听他说两句 一看是市场上没人卖的红心火龙果 还是没人敢轻易冒险拿钱买 转机发生在两天之后 一个陌生的大哥拽住了魏瑶的衣角 他叫任正前 至今在昆明这个批发市场经营水果生意 一连几天出现的这个年轻女孩很是惹眼 而且听口音 还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被眼前这个姑娘的勇气打动 人挣钱有心帮帮这个小老乡 看人挣钱是真心相助 魏瑶提出一箱十六公斤的火龙果 他只要五元钱 只收纸箱和运输的成本 开的节省嘛 也还是不是很好买 说实话嘛 价格也 所以最主要是价格低 拿给人家去试用 你想 再慢慢的就起来了 两个星期之后 这些卖到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红心火龙果很受欢迎 一斤红心火龙果很快批发价就到了十元 比其他品种的火龙果高了一倍 2013年 这年的果子卖出了四百多万元 魏瑶不仅还清了二百万元的债 还赚到了钱 父母很欣慰 但魏瑶却高兴不起来了 这个大家时间还不到 就平常我们怎么挑火龙果 这个 你看 它就是你看 它的颜色什么的都特别鲜红 但是好多人有个误取 觉得这种又已经开始发皱啊 是不是不新鲜啊什么的 对 它其实不是的 这个你看 还在树上 它已经就是这样皱 其实这个是我们本身就已经成熟 它成熟度高 它甜的果子 它都会这样发皱 这样的果子更好吃 你要看它的新鲜程度 你不要看这个果子 你看它这个后霸 只要它这个后霸不发黑 不发就是发紫啊那些 不发烟 它就说明这个果子是新鲜的果子 它收口收得好的 它里面就反正它的味道都会特别好 就这收小一点 稍微收得小一点 收得紧一点的 像这样的红芯火龙果 很多人开始跟风种植 2015年 在云南的种植面积 就达到了几万亩 红芯火龙果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品种 价格也从十元一斤 降到了几元一斤 而行情的波动 早就在魏瑶这个小姑娘的预料当中 魏瑶更换了精品包装 但是价格不变 用口碑和品牌 保住了老客户 这还不算 2015年 它只身一人 去到了一个边陲小城 又租了二百多亩地 还声称 早就发现了一笔 关于火龙果的 不畏人知的财富 能让每亩地的收入 增加两万多元 现在 收获这些财富的时机 到了 恰恰就是在等它这个面积大起来 它的面积上来之后 我们才来做 西双版纳的蒙拉县 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 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 这里的人一半以上都是少数民族 除了种植水稻 玉米等粮食之外 它们大多种一种被叫做摇前树的树 凌晨一点钟 林子里漂浮着薄薄的雾气 四处闪烁着忽暗忽明的灯光 我们跟着农户们 走进了林子里 这个是割胶了 割胶 割橡胶嘛 割胶是割橡胶的 怎么割啊这个东西 我给你 释放一下 像这样割 你看里面就出了胶水 是不是 你看一割就出了胶水 用这个碗接就行了 橡胶树的神奇之处在于 只要在树干上开一道缺口 就会有白色乳液流出来 从树皮下滴落的白色乳液 就像流动的黄金 给它们带来了辛苦 却又意想不到的财富 为什么要晚上用这个半夜 因为白天是太热 天气太热 割不成胶 它不是黏的 有点像牛奶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橡胶水 就是这个 现在已经就变成胶了 其实 你看 过一会儿它就变成像 白色乳液凝固之后 就叫做橡胶 几年前 两口子每天晚上 磕七八百棵树 就能收入一千多元 这是当地美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可最近几年 橡胶受市场影响 价格下降了不少 这让当地人都很着急 但他们说 幸运的是 橡胶不割 留着也没关系 跟着魏瑶种火龙果 让他们赚到了新的财富 火龙果赚钱的 不割胶了 人家说火龙果赚钱 我们就种 赚钱了 真的今年吗 真的赚钱了 真的假的 没有骗你 真的赚钱了今年 两年前 他们除了割胶外 同时在田地里 种起了火龙果 因为跟着魏瑶 除了果子之外 靠着火龙果花 还能有一笔额外的收入 这是同行很少有人做到的 更是魏瑶这个小姑娘 每亩火龙果能比别人多赚两万多元的财富秘密 走在清晨的火龙果地里 会有一种奇妙的景象 是别的果园里很少能见到的 火龙果的花 花菇朵 果实会在一棵上同时出现 可以持续七个月的时间 十分难得 现在园子里 是不是太阳出来了 基本上都没什么花了 这就是昨天晚上开的花 现在已经合拢掉了 现在对我来说 它的价值比果还大呢 但是 每一朵火龙果花只开一次 而且花开花谢 就是一晚上的事 不到早晨九点 就看不到了 特别可惜 就是这些没人注意到的火龙果花 魏瑶要把它们变成财富 甚至比火龙果还要值钱 魏瑶看上了这里肥沃的土地 但是一开始 没人相信魏瑶种火龙果花的财富设想 当地更是没人种过火龙果 细心的魏瑶很快就找到了 说服乡亲们种植火龙果的办法 这边人的性格就是 如果他真的看中你这个人 他就可以什么都给你 就是裤子都可以穿同一条的那种 他们这边最看中的就是情意 我就也就想着有这一点嘛 然后平时没事就去找他们聊聊天啊 然后提壶酒就去敲门喝喝酒啊那些的 喝酒的过程中 魏瑶了解到 这些乡亲们没有外出打工的习惯 土地就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他们一分地都不舍地糟蹋 魏瑶提出 如果把地租给他 可以到他的地里打工 按天拿工钱 如果还不放心 可以免费领火龙果苗 自己回去种 魏瑶现金回收果子和花 喝酒痛快 做事耿直的魏瑶 用这种方式 很快就租下了二百多亩地 一年后 大伙儿凌晨 强着去捡火龙果花 这美丽的花朵身上究竟藏着什么财富呢 以前白白浪费的火龙果花 魏瑶一朵就卖到了十元钱 2016年 魏瑶找到普洱的茶厂合作 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成功地把火龙果花加工成干品 这样的干品可以煲汤 和普洱茶压在一起 制成普洱茶饼 真空包装的火龙果鲜花可以做成菜品 魏瑶与酒店合作推出火龙果宴 把火龙果的精花果实都做成菜 在旅游本旧火爆的云南 很快就成了酒店吸引游客的一个亮点 如今魏瑶又与高校合作 研究出了火龙果提纯发酵技术 做出了火龙果酒火龙果干火龙果饼等产品 销售到广东 湖南等地 24岁的魏瑶辍学后漂泊异乡 不但帮父母还上了巨债 更是靠火龙果闯出了一番天地 而心中那个没能做完的梦 魏瑶说有一天一定会想办法圆上 如果你问我 就是说不做现在这个工作了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想干什么 我觉得我还是想回学校 在没人敢种红星火龙果的时候 魏瑶第一个在当地种植 在别人都指望靠果子赚钱时 他已经想到了靠没人注意的火龙果花 做出创新产品赢得市场 24岁的魏瑶用锐气和智慧 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各位观众朋友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参与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点击发现摇摇摇TV 获取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支付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的支付信息 广告之后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八岁时丧父 从此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他竭尽全力才摆脱了父亲留下的阴影 却没撑想在四十六岁时 他别妻离子净身出户 他从东北到四川 奔波两千七百公里 只为一种特别财富 看吉林农安的李向阳 如何用三年时间 实现从净身出户 到年迈千万的转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